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有很多的 Smart Hashtag One 有这个Brabosh的版本 有普通版本 它们分别是双电机跟单电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会驾这一台车去槟城 然后顺便试一下这辆车的续航 跟它的操控表件 还有它的其他功能 其实虽然讲这个Smart Hashtag One 我拍了很多次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第一次开它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会蛮好玩一下的 如果大家想买这个Smart Hashtag One的话 就记得要关卡我们的影片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那么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个Smart Hashtag One 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 分别是这个后轮驱动版本 还有这个Brabosh的版本 Brabosh的版本呢 就是双电机全轮驱动 然后它们的马力表现其实也是有差 如果是这个普通版本的话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68HP 然后343Nm 已经非常接近这个2.0的Turbo的水准 那么它的0-100加速是6.7秒啦 然后Brabosh的版本呢 双电机最大马力是422HP 然后Fontiline表现543Nm 然后这一个它的0-100加速大概是在这个3.9秒左右啦 基本上跟这个A45 AMG是一样的水准 然后呢它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买得到最便宜的Brabosh啦 OK 这边两台车一样的颜色 但是一个是Premium的版本也就是River Drive版本 一个是Brabosh的版本 这样子看的话大家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它们的差别啦 当然我个人其实比较偏爱这一款Premium的车型 因为它比较的典雅一点 它没有那么的凶 然后这个Brabosh你可以感觉到它明显是凶了很多 而且它有一个双色的车顶 当然不同的这个车型它的这个配色可能不一样 就好像这两色它是一个银色的车身 然后一个红色的车顶 然后它也有其他颜色可以选择 另外你看它的这个刹车卡前也是这个红色的 所以可以显示出它是一辆Performance Car 然后加上这一个它有这个Brabosh的空力套件 所以它运动化的程度比较多 你们也可以给我知道你们是比较喜欢哪一款外形设计 我个人是喜欢Premium啦 你会不会喜欢Brabosh 如果是讲这个内装设计的话哦 这个SmartHT1它基本上就是跟现在潮流的这个电动车去做一个设计啦 就是讲基本上你看不到实体按键了 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只可以找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screen 然后这个screen是采用Snapdragon 8155处理器啦 它的这个RAM是12GB ROM是128GB 所以使用起来还蛮流畅的 不过大部分的功能都集合在这边 所以有时候你要使用这些调整的话 那么你的车子可能要停一边 例如讲今天如果你要调这一个side mirror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这一个button的 那么你要怎样调 首先你要去这个车的logo 按进去 它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然后你按这个door mirror 按下去之后 然后你就在那边控制 你要控制左边的 你就按左边的 然后通过这个按键 看到吗 它就会有个调整啊 如果是右边的就按这一个 那么右边的就可以调整 一开始使用的话 可能没有这样便利 所以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内装设计 其实还是足够的简约 另外呢 因为这个是Bravoch的版本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你按Driving Mode的话 它有一个Bravoch的模式 在Bravoch模式下呢 它会有这个声浪 这个是要驾车的时候才听得到啦 然后还有呢 这个车是配备了这个Beast的音响 所以音响效果其实还不错 那么其他的特色功能部分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的这个Meter 它的Meter看起来很小 但是其实清晰度很高 只是有点明显的翻光 然后另外它的前面也是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它换挡的方式跟Mercedes Benz一样 是在这边的 一样的 推上推下 然后Parking牙是按这个 它就会进Parking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啦 这个是Smart Hashtag One的前座的空间表现 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这个是Bravoch的版本 所以它是有这个Be的logo 给你知道它是Bravoch 然后我的身高是181 其实这辆车 它在广义上来讲 它是一辆Be Segment的Crossover车型 可是实际上它的空间表现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差啦 因为它的轴距怎样都去到了2700mm 所以我的身高座前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乘坐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它的后面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然后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于 这辆车它的这个Andas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它加入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这个自动回避功能 就是有时候讲 你在打Signal前面车顶你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辅助帮你去超车 所以这个功能在于开位行驶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安全辅助啦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 Atas 是很多 但是有这个紧急回避功能的车款 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OK 现在我坐在这个Smile Hashtag One 的后座 然后我的身高是181 然后开启了这个全景天窗 你可以看到我的乘坐空间表现是非常的宽敞 然后没有压迫感的 这一点其实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我的脚步空间 我的脚步空间 你看 还有一个多拳头的位置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一台B segment的Crossover 所以它的这个空间表现是足够家庭使用的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旁边 这个空间表现是多么的宽敞 这个真的是让人有点惊讶 所以呢 其实一开始呢 Smart 就有主打是讲他们的车子是可以做成人 然后可以做得很舒服的 一开始其实我是不信的 我这样真实的去体验了这一款车之后 我真的觉得所缘不虚啦 所以如果是真的你有时候可能真的有这个载人需求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驾一下 因为你真的会被它的空间所surprise到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辆车的特色功能 还有我对它的驾驶体验啦 第一个特色功能就是它的这个超大屏的 无线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在大屏幕下如果你看GPS的话 这个显示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可以减低你走出路的风险啦 第二个特色功能就是这一个它的语音控制这种 非常的聪明 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Hello Smart I am hungry One Go 看到吗它的显示它的这个搜索都非常非常的快速 而且它知道你要干什么 然后第三个特色功能就是这辆车的辅助系统 就除了我刚才讲到这个Adash 然后自动回避功能之外呢 它还有这个autoparking的功能 对于一些可能对于side parking 或者是reverse parking 没有那么厉害的朋友来讲 这台功能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对你来讲你可能会觉得 嗯我自己park更快啦 可是对于那一部擅长的朋友来讲 这些东西尤其是在他们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车很多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接下来就是你带着钥匙你上车了之后 这辆车是没有引擎启动间的 你只需要坐在车里面 你的脚踩brake 车子就会启动 这个其实跟之前这个Volvo 是有异曲通空之妙啦 而且其实这个Smart 现在跟Volvo也是同个集团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有些技术共享 OK啊这个就是五个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功能啦 然后在充电的部分哦 它的充电口是在这边 然后它有两种充电方式 一个是22kW的AC fast charge 还有一个150kW的DC fast charge 其实如果是以AC来讲的22kW 已经是非常快了 那么你在家里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首先你要住lander的 在充电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Smart H21问题不大 OK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它的这个驾驶感受了 OK啊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去槟城的路上 这边是DAPA的R&R 然后我们的车在这边充电 其实在这个路程中呢 我车也没有开快啦 我大概是开平均是90到100 因为该一路下雨的路程很多 所以我们也不要开快 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 那个电池的电量大概是有49%左右 然后刚好有人在那边等我们 我们就在这边充电啦 这边是这个TNB的这个Electron 它的平均充电速度是有两个slot啦 就是一个100kW跟80kW 我们用这80kW的 所以应该是20-25分钟左右 这个电量就可以回到80%左右 所以应该足够我们去到槟城了 所以就可能在这边我们上个厕所 或者是喝个水这样子休息一下啦 OK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Smart Hashtag One的驾驶感之后 这个是我第一次驾这辆车 因为之前虽然讲排过很多次 但是都没有机会开 给我开的话 我先讲我的结论啊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Premium 因为Premium这个单电机Railview Drive 我觉得已经很够用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已经有262kW左右 然后它的那个通知流率是33kW 差不多接近2.0kW的这个表现了 所以其实它的加速是快的 而且加上它是后轮驱动 所以它的这个动态表现也不差 如果是那个Varables的版本 是它很强 2.422kW 然后0-100kW加速3.9秒 很快 可是对于一辆小车来讲 我觉得它有一点Powerable 而且加上它是这个电动机 即时扭力的关系 所以整辆车会很串 整体开下来我是比较喜欢这个Premium的版本 在电力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414kW的续航 对于一般的四驱驾驶蛮够用 偶尔坐下长途驾驶问题也不大 但是就是你必须要维持一个比较中等的速度 大概是110-120kW左右 其实它还是OK的 如果你是像汽油车这样的 每天拉趴摆450kW的话 那么你的电池就得很快 然后这个动力表现呢 在四驱驶驶的话非常轻 其实我现在开车我是开着Econ模式而已 但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像Econ模式 它整体的动力 整体的加速都是很快 你看像我超车 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车就出去了 它的那个动力 基本上是随传随到 这个也是电动车的优势之一 就不像汽油车这样子 你可能超车的时候你要出一档拉RPM 它才会有那个扭力的释放 然后你超车的动作才会比较好点 这个电动车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引擎 我们不需要去拉RPM 所以它的这个防火墙的隔音 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轮胎的噪音会稍微有一点大 这体而言的话 这辆车我其实会建议各位 做四驱驶驶比较多 不是讲它的这个长驻驶驶表现不好 因为长驻驶驶的话 可能你还是会比较需要去 先去 看哪里有充电站 然后你要去充电 虽然讲真的 充电这个东西 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是因为 我如果我们做长驻驶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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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用 DC Farcher 其实你充的电量都可以充很多 大概可以充个20-30%左右 这样子的话根本都不会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辆车它本身的定位就是一辆CDC 所以前面驶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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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驶 太重 所以导致那个车 有时候你在 Corner 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 拉出去拉不回来的感觉那种 这个 HTAG 1 其实没有重感觉 这一点是我还蛮 Surprise 的地方 然后如果是讲今天你要选这辆车的话 二选一 Brabus 跟 Premium 我个人会建议你选择一个 Premium 好一点点 因为 Brabus 真的它的动力太串了 我自己不是这样喜欢 这个 Premium 给我感到好的 OK 现在我们开着这个 Smart HTAG 1 回到 KL 也就是这个 ProNet 总部 其实是 Sharan 不是 KL 啦 然后这辆车就是驾驶体验这样的感受 你们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